孙家三兄妹小小年纪全部有近视问题 妈妈半年前帮孩子加入Treehouse Eyes计划 定期查验眼睛 希望帮助孩子控制近视程度 眼科医生Selena Chen 陈启清说 Treehouse Eyes计划是专门治疗近视孩童的计划 能有效控制孩童近视的成功率达7成8 当中包括三种方法 一种是低眼液药物Atropin 可以防止眼睛变长 只要孩童每晚睡前低到眼中即可 第二种方法是只需在晚上戴的隐形眼镜Auto-K Auto-K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是满黑的小孩戴着眼镜片 然后镜片在日间起床时除了之后 眼角膜可以平了一点 日间就不用戴眼镜 很多家长喜欢兽子不用日间戴眼镜 有时怕跌着眼镜或者不见着眼镜 或者看游泳的时候很方便 8岁的孙嘉轩近视是300度 目前就用Auto-K隐形眼镜治疗 第三种是由FDA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批准的 首个用于治疗8到12岁孩童近视的 一次性软性隐形眼镜MySight 陈医生说最近两个月治疗近视的孩童增加了三倍 现在新的研究就是如果小孩10岁以下开始近视 到时他18岁21岁的度数就会很深 还有眼会变长 所以我建议家长尽快一开学的时候 就要去医生那里染眼 然后如果真的近视就要尽早治疗 预防剩余治疗 陈医生也建议家长应该在孩童小的时候 就经常带他们到户外 每天两至三个小时 而且减少孩童看屏幕和用手机的时间 有关更多治疗信息或预定免费近视咨询 可以上网查询treehouseice.com 26台记者梁秋玉采访报道